今天幫一個朋友來做驗樓 因為約了驗樓師來到這間屋 這個就是來自車房樓上 是Master Bedroom 小那個 這個是中那個 三個Bedroom都是向正門這邊 有一個是向後面 其實可以拍到三輛車 因為Driveway這個位置可以拍到一輛 然後這裏有一輛 這裏有一輛 這裏有三個位置 有兩個KB inspection 來做這個執樓的 inspection 他們一早八點就來到家屋那裡 就看了 就大約會做到兩點半 就是說做一個 inspection要六個多小時 拿支棍去量一下 看看牆壁是否合不合 進來就是這條長走廊了 這裏就是客廳 在收樓的時候已經地毯做好這些三角形 即是八加樂是不是叫八加樂呢 那些紋 收樓的收樓很漂亮 另一個角度看上去 這個是一個長方形的Bay window 左手邊有一個廁所 有窗的廁所 收樓的時候是送了這個空氣香噴的 走廊直入就是這個飯廳 還有廚房 一排的廚櫃 再加一個很漂亮的雲石桌面 這個Island 是很漂亮的 這個廚櫃的其實有一個特色就是 這樣打開有一個柴米油鹽的area 這個也很漂亮的 這個人 阿女你又上去 嗯 對了 你可以看一下 嗯 very good 是不是 但這個沒有soft clothes 這個位置就是六盞斜燈射著kitchen 它的廚櫃因為這個area夠大 所以它有這個中空的display area 挺好的 雪櫃 為甚麼有東西在裡面 不夠大 都是我們 無論三房和四房 住多少人 雪櫃都是兩一層這樣 再加一個冰櫃 這邊的廚櫃也都有一個 display area 膠樓送這個white company 的 box set 裡面應該有很多不同的 例如香薰啊 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東西 很漂亮 那在飯廳的另外一面呢 有一個位置 是用來擺 洗機 modem 樓梯 上去二樓了 哇 現在這個人爬得很快 可以 上到來的左手邊呢 是master bedroom 看到下面這裡呢 都清潔得很漂亮 另一個角度看 這個呢 就是 en suite的bathroom 有窗的廁所 有窗的廁所 毛巾架在洗手盆的旁邊 洗臉的時候 就要小心 不要辣了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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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過來這裡呢 是一個儲物的空間 現在呢 這裡是一個儲水式的裝置 第二間房 這裡呢 一日來有一個 這個位 很明顯就是用來做衣櫃的 可以 第二間房都很大 可以放到一張double bag 再加兩個床頭櫃都還可以三邊下床的 走廊的中間呢 是廁所 也有棋缸再加浴缸 這個毛巾架就上五度去 差不多天花板很高 好 看看這間小房 這間就是書房 不是很大的 那就看回正門那邊 好了 我們又過來這邊看第三間 這個床頭櫃 也是很大的 這間房 都可以放到一些 都是double bag 都可以的 沒問題 窗就很大 這些房 收樓來說 這間做得很好 好過我們自己那間 嚴老師再看看 今次會有多少間 飲料 我猜不會很多 我猜不太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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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進入一個 我們平時不會去的地方 在客廳的旁邊呢 是通到Garden的這個門口 經過這條走廊就可以去到Garden了 我們看看這個位置 剛剛在廚房 車房的後面有一扇門可以通進來 這裡 即是說我們不需要走到外面 就可以拿到車房裡面的東西 這個花園的座響是向西的 那些陽光冬天就會從南那邊來 所以很多人買花園的時候 會買South Facing Garden 就像現在這樣 就可以曬到入屋了